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請你跟我講過 今天有一個台名更是前三名 什麼 就是那一瓶檸檬皮 檸檬皮 檸檬皮 鈉含量 對啊 因為其實呢 剛才我們講的這麼多種 還缺了一種超級高鈉的食品 就是蜜餞 真的嗎 因為芒果乾 算是蜜餞類非常非常低 因為它很甜 它通常都直接風乾 它沒有加鹽 可是你知道我們傳統的蜜餞叫 對 所以它是又鹹又酸又甜 那這幾種要平衡 再加上要防腐 它會加很多的鹽 所以比如說呢 以它這個檸檬皮 檸檬皮每一百 這蒟蒻乾是一百公克 裡面有六百毫克 對不對 那個檸檬皮呢 每一百公克可能有 一千一 甚至最多 大手耶 最多到六千 兩身還是中槍的你看 對 最多還可以到六千四 可是檸檬皮它不太吃 不太容易一下吃到一百公克 是 但是它最多到六千四 所以你不用到一百公克 你吃十公克就像鮪魚竹竿 很多耶 我幫不了你了 檸檬皮拿去熬湯啦 好不好 你不要用寒的了啦 那不要划算 沒有 你看的時候有些雞湯 它就會用梅子做有沒有 對 那為什麼它就是有那個鹹味出來 所以梅子是更可怕的 梅子是蜜餞類的第一名 天啊 梅子要用一百公克呢 它可以從七千到一萬三 太誇張 這麼高喔 一萬三 你沒有覺得有些梅子吃起來 就像鹽包在外面嗎 你說的梅子是指那個 化梅 我們都會把它化梅嘛 我們都會把它放在水裡面泡啊 然後拿來喝 好好喝喔 那印度怎麼不卡啊 對啊 那非常會高喔 非常非常 我們還特地有一些中南部 那種化梅超有名的 對 我們泡上來濫寒耶 對 身經止渴 沒有啦 身經是有啦 止渴是沒有啦 後來要喝更多的水就止渴了 所以給大家一個觀念 就是以蒟蒻肝為標準 只要一百克超過含量六百毫克的 你就不要選 不過還有很多零食其實也是陷阱 我們沒有注意到 它可能也是不是這麼健康的 像是哪些呢 有美麗的外衣 說不定喔 像哪些呢 最容易看到零食跟疾病的正相關是什麼 其實大部分都是高膽固醇還有高血壓這兩個疾病 對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尤其是女生啊 就是很多人會覺得說 因為女生會覺得沒有那麼愛吃肉嘛 也不會那麼長 像那個膽固醇妹妹那個廣告 就是在應酬的時候出現 可是很多女生她的膽固醇高 都是因為她吃了太多的零食餅乾蛋糕 這一類的東西 那因為其實這些東西它的油脂含量很高 或者是它的油脂是不好的油脂 而增加了你的膽固醇 所以其實就是膽固醇它的風險 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女生要特別注意的一個地方 黃醫師 如果說這樣講 這個鈉含量我們搞不清楚對不對 對 不小心吃過量了 對 那我可以多喝一些水 我就把它代謝掉嗎 其實你不用多喝水 你自己就會多喝水 因為太渴了 對 你自己就會多喝水 我們身體有這個機制 因為我們身體畢竟是屬於正常的狀態 你會去調整那個狀況 你就知道吃下去就是太渴了嘛 那太渴你就去喝水 那喝水之後 經由腎臟代謝就可以排掉 可是你要知道 你做的這件事會加重你腎臟的負擔 你腎臟為了排泄掉這個 它是要做額外的工作 那你這樣超它超久了 它腎臟是會出問題 不是啊 那我每天本來就是要喝2000cc以上的水 那你可能吃了這個之後 你可能要變成2000變3000 而且最害怕的是 吃了這個以後 大家都很喜歡喝飲料 對 所以不是喝水 其實不會喝水 是喝飲料 天啊 但飲料好好喝 好好喝 尤其是你一定要配冰的可樂 然後擦拭汽水 Oh my God 很不健康 對 非常不健康 所以每一樣東西 其實最好都要看一下標示 對不對 可是大家真的會看 食品包裝上的標示 標籤嗎 標示啊 我都看口味耶 我咧 這很重要 你買錯口味就不會吃了 你原本要吃起司買到海苔 怎麼辦 這個太嚴重了 你可能可以健康一點 像那個高鮮的餅乾 就是你帶來的嗎 對啊 然後我平常因為為了 高鮮餅乾 然後旁邊拿一個汽水可 我還想到 就是說 醫生就會說 我們渴就會自動去喝水 對我們自動渴就去買這個來喝 對 這樣說好渴喔 多喝一點好了 但是我不能怪你 因為有時候真的渴起來 你喝冰涼的加冰塊的那可樂器 超過癮的 超過癮的 過癮的 人生不就是這樣嗎 不斷圈圈 而且我還有考慮到熱量問題 它就是零熱量 所以這個可以多喝它 應該沒有關係吧 真的是滿多人都會看這些訴求 對啊 但是我們在講可樂這件事的時候 我覺得榮家妳的眼神好像空洞 這個東西妳不會碰是不是 我覺得什麼 沒有蘋果攜帶 她應該不喝的 很少 那妳都喝什麼呢 老人茶 你怎麼知道 天啊 我每天都要喝高山茶 不然就會很難 妳自己泡的嗎 對我自己泡的 人生的目的是什麼到底 不是 活著 她會比我們大家都長 她很適合去做那個 有一個節目什麼末日求生 對啊 我還有一個末日求生 她就是教你如何遺到末日 才能夠活下去 OK OK 好啦 健康的態度是應該要有的 對啦 這是很好的標準 只是說我們應該向妳看齊 但我們做不到 好 剛剛殷琦拿在那個餅乾上面 有標榜的高鮮 對不對 其實很多人在買鈴嘴上面 她會看上面有沒有什麼主要的訴求 對啊 但這個訴求有沒有可能是 女人容易被騙的食品標示獻祝 好不好 來 一個一個來看 好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就是高鮮高蓋 唉唷 殷琦妳馬上就有福很想 我一定要買 一定要買 因為我覺得 她都還沒有 這麼迫不期待 一看到就淘汰了 最後拿出來 對 不管她是什麼 對 一定要買 因為我覺得她很健康 而且你知道我會買給媽媽跟 跟妹妹她們吃 因為她是女生 女生缺鈣 厲害 對 我們要從細節中捕捉 那個鈣 那這個先跳過榮家 不會 妳會有誘惑嗎這個 我會看後面說她的那個鈣 鮮是纖維 到底是多高 對 來源是什麼 如果她是那種添加做出來的 我就不會想要買 可是如果她是天然食物 譬如說可能小魚乾啊 芝麻那類的東西 我可能才會想要買 好厲害 真的很 真的很 真的很特別 很特別 真的很特別 好特別喔 妳是曾經被雷打過嗎 沒有 我真的突然就變這樣 我真的突然就變這樣 對 我會買 但是我買是那種心安 比方說妳買了幾個那種洋芋片 高鮮洋芋片 對 可以買幾個什麼 就是蘇打餅乾 就是綜合一下 平衡一下 不要說都買一些 真的很熱色的東西 但那些 妳哪一個 妳說哪一個不熱色 有差別 高鮮高鈣不熱色吧 是這樣 到底高鮮高鈣 真的訴求是正確的 還是只是一種噱頭 訴求是正確 但是要考慮其他營養價值 比如說高鮮 我們先用營養成分先去看 它是100公克的固體食物 至少要3公克的纖維 高鈣是100公克的固體食物 要240毫克以上的鈣 它沒有說錯 它達到了 但是我們換個角度想 高鮮不等於沒有油 我們打個餅乾 蘇打餅乾大家都會吃吧對不對 對 蘇打餅乾裡頭 它的確是高鮮喔 可是它不帶油膠 它沒有油喔 所以我這時候 我一定要做台灣的米帶鹽人 你知道嗎 因為我看太多臨床經驗 我最後要鼓勵大家 請多吃飯 少吃 蘇打餅乾 真的喔 為什麼 因為你知道很 我都把蘇打餅乾當成我 我臨嘴很重要健康的人 因為我覺得 現在也是 我覺得很可愛 你知道嗎 就是我常常在做諮詢的時候 就是很多人都是 你知道大家都很害怕吃飯 因為覺得吃飯會怕 所以怕飯怕的半死 好結果你飯吃了一點點小鳥飯 結果等一下餓了 就會覺得蘇打餅乾好健康喔 對不對 所以就會把蘇打餅乾拿來吃 我跟你們說 這一包的蘇打餅乾 跟我們吃自助餐 不是有分小碗飯和大碗飯嗎 它跟小碗飯的熱量是一樣的 你覺得你剛才吃的那一口飯 或是沒有吃飯 你都在這一包裡頭 給他補完了 這麼小包 對 就一碗飯 的熱量 對的熱量 然後再來就是說 因為它裡頭有油 可是飯是沒有油 除非你今天吃什麼 炒飯會飯才會有油嗎 對不對 所以就會無形中 你會發現吃麵包 麵粉這種製品的人 他的膽固醇很容易高 吃米飯的人 其實回歸我們台灣人 要回來吃 真的是吃米飯最好 高概不等於低普林 我們打個比方 大家都會想到高概 這個小魚乾對不對 對 但是小魚乾的搭配 往往不是小魚乾 它可能花生小魚乾 堅果小魚乾 對啊 這兩個都是 這兩個都是高尿酸的絕配 你知道嗎 絕配 我們家說到了另外一個重點 就是它添加的鈣是什麼鈣 它添加的鮮是什麼鮮 還是有炸 一定有炸嗎 我怎麼跟妳說 我覺得妳 疑心病太病 有炸的